银行柜台前想换外币可真得当心 新台币涨势猛烈 13号再度攻破28.2元价位 大涨2.9角写下23年半 盘中新高价 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伯峰点名 美元报价的产业 包括电子业 工具机业 纺织业 都受汇率影响很大 出口为主的国家 做外贸为主的国家 受影响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是韩国 大陆也都有绳子 但是我们还要考虑到 马来西亚跟泰国 它是没有像台湾生殖这么多 那么这个就是会影响到 整个企业的环境 投资环境 那么可能会转移产地 或者是转移生产的地点 产业大佬再度喊话 尤其央行近期拉尾盘 力道明显减弱 三个月趋势来看 9月14号新台币以29.486 对1美元一路快速走深 10月看到28字头 12月初毕竟蓬怀南防线 28.5元大关 不断向28元扣拢 制度的反映经济面的 好转费率的绳子 我觉得是很健康的 就是说这个刚才讲 价格是反映背后的经济因素 那这经济因素是 玩好的走的时候 它能适度反映 这也是一种国家竞争力的显现 这也国人也不用 一直要想说我们 一直要一直很弱很弱 这样子也不是很好的概念 有别产业界呼吁政府出手 学者认为汇率正反映 总体经济面 代表台湾往好的方向走 尤其台湾业者 长期以低汇率大赚出口财 财经专家谢金合就认为 产业升级才是出路 台商持续回流 外加热钱涌入新兴市场 新台币汇率甚至不排除 上看27字投可能性 除了出口产业 海外投资为主的 受险业都得面对这不冲击 新台记者李静 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